返回舱的降落伞分为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 首先,返回舱大约在距地面10公里的高度 自动打开伞舱盖,拉出引导伞 引导伞的主要作用就是拉出减速伞 这时,返回舱速度大约为180米每秒 减速伞工作19秒钟后,与返回舱分离,同时拉出主伞 这时,返回舱的下降速度逐渐由80米每秒减到40米每秒 然后再减至7到8米每秒 在整个过程中,为避免过载太大 减速伞和主伞并不能一下子全部打开 要先收口再打开 收口状态就是说这个伞没充满 但是它这个面积已经相当大了 因为这时候速度很快 直接就是最大的阻力面积的话 一方面就是对航天的过载影响很大 这过载是有要求的 因为就像踩刹车一样 还一方面,伞本身强度也是有限度 为了防止主伞出现故障 返回舱还配有被伞 在返回舱从6公里高度向5公里下降时 如果用时少于预定时间 系统会判断为主伞系统工作异常 从而自动启动被分伞 保证航天员的安全 我们从以往的经验和设计来 主分伞打开了 后边的那些像什么座椅提升 逐路反推发动机 那只是进一步减小逐路的冲击 但是对整个船的安全性和任务完成 已经是没有影响 就是那时候应该说是已经大局已定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